牛论第三移动定律 牛论第三移动定律 它怎么讲 它是这样讲的 它是说 两个物体 它给它的重力 跟它给它的重力 大小相等 方向会相当 这就是牛论第三移动定律 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逆体力 它说如右图 现在有两块素体 这是M1 这是M2 那有个力量 往这边推 它说 如果M1是2公斤 M1等于2公斤 M2等于1公斤 那M0等于3牛论 它先问 M1对M2的作用力 是多少 那怎么做 我先把交路算出来 我把对象钉在这个系统上 我把对象钉在这个系统上 等于M1 这是3 M3A 所以加速度就等多少 等于1 没问题吧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现在就把对象钉在这里 那这物体的话 他现在收了几个力 收了他给他的重力 这个我加M1好了 我等一下验证 M1 可能跟重力跟还重力会一样 好 那M1 然后 他推他的力使他曾经交过 就等于M2 A M2的话 现在是等于1 称1 所以是1牛论 对吧 好 那我现在来算一算 M2 看等多少 M2就是他给他的重力 那他给他的重力 我现在把对象钉在什么呢 钉在M1上面 这M1现在说 说有个力 F 减掉多少 我现在来算M2 他给他的重力 我把对象钉在M1上面 M1说F1 那还有M2 等于多少呢 M1 A 没问题 那 那M字大法是等于3 M1的话是等2 A等B 那所以M的比较少 M2 就等于3 减2 所以是等1 所以我们就得到M2跟M1是一样的 重力等反对 对不对 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来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问 如果F的话呢 从左边推过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两物体间的作用力多少 如果往这边推过来的话 那加速度还是一样 如果往这边推过来 那还是F A2 也是等2 1加2 3A 1' 那就等3 所以A'的话呢 也是等1 不过现在呢 他们这些作用力就变掉了 好 老师 现在算什么呢 算 他给他的作用力 这叫做M2' 好 M2' 可以等于M1 A' 好 那M1是等于什么 M1是等于2 A'等于1 所以答案等于2 对吧 好 没有问题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立体二 好立体二的话 他说 质量50公斤 以及60公斤的两个人 这有两个人吧 然后呢 互相举起 这有个蹭盘 这有蹭盘 然后两个人站在上面 站在上面 然后他说 这是50公斤 M1等于50 那M2呢 等于60 魂北站在不同的犯证上 互相且用尽全力将对方举起 如果质乙是举重能力 各为150跟200 这是质吗 好 比如说质的话呢 抱他的那个脖子 那乙的话抱他的那个肚子 那么质把他举起来的力量是150 那乙对质的力量是150 那乙对质的力量 抱起来的力量是多少呢 200 好 好 那他问四重多少 好那怎么办 我先把对方钉钉在甲上面 这个甲现在受了几个力 甲受了那个正向力 叫N甲 但是N甲就是他的四重 N甲 还有什么呢 还有地球拉甲的力量 整条的50基 还有没有 还有 还有 还有抱甲的力量往上抱 这呢 以抱甲的力量往上抱 这是200 还有没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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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乙的脖子 往上150 那乙的脖子 对甲的手 就150 往下降 中立环都好 因为 因为 甲对乙是 把他抱甲 那乙对甲就往下降 所以这样剪掉多少呢 那我们的 这是 甲对乙 甲对乙 甲对乙往上抱 就压下 变成 甲 那这个等于0 那这个150 是150 好 那么 这个甲 就是说 第一个磅秤的正向力 就算出来了 这是9.8吗 对不对 这是50 50 这9.8的话 就等到 4.9乘100 490 所以N甲等到多少 490 减50 等于440 所以 甲的磅秤上 显示的 四重是等于440 对吧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算一算 那个乙的磅秤的 那个 四重 乙磅秤四重 现在比较好算 因为甲磅秤的四重 已经算算了 好 现在我对象把钉拿捏 我把它钉成全部 全部看成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所说外力有什么 有地心引力 还有这两个支撑的力量 所以N甲 加上N乙 N乙 N甲 加上N乙 那减掉多少呢 M1加M2 Z这个等于0 那M1是50 M2是60 所以 1 乘以9.8 那减掉的N乙 N乙是440 440 这算出来是638 我们算看 这是110 11乘以9是8 98 98 1078 1078 1078 减掉440 所以 1638 这样子 没问题吧